他们或许会以为自己的头发 卖给了另外一个爱美的姑娘 结果却是卖给了有特殊癖好的人群 被抚摸 被意义 更甚至 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头发 替发 视频贩卖的产业链 我在外面学习 带在身边玩的 基本睡觉离不开他们 比如这位传奇男子 就自称可以引路带我认识发模玩头发 还给我发来了广东的三位发模 说每个价格都不一样 让我选一选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 过发来的一段录音爆料 对方是一个头发贩子 粉丝朋友说 自己最近有了真头发的一个想法 但是靠谱的公益机构 到了年龄已经不收头发了 而在寻找捐头发的这条路径时 他意外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头发产业链 他告诉我 头发贩子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邮寄 一种是上门剪头发 理解的是上门剪头发 它显然更麻烦 费时费力 但是这个价格却能高出很多 这是为什么 还感到有些不太对劲 我注意到有一个在上海的 不要邮寄 只要亲手剔 多出几千路费也愿意 那对方究竟涂什么呢 经过层层伸疤 他惊讶地发现了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就是练发癖群体 他们专门在网上收头发帖子和发膜招聘 我们也理所当然的会认为 这些头发会被收集运往工厂 然后加工制成假发 然后再进行销售出去之后 被托尼然后制成发膜 而这个发膜则为托尼培训所用 但实际上 这些头发最终流向了练发癖网站 连同剪头发的照片 视频共同出售 视频中的女孩 就像商品一样 被赋予了编号和商品名称 她们或许会以为 自己的头发卖给了 另外一个暗美的姑娘 结果却是卖给了 有特殊癖号的人群 被抚摸 被溢引 而这样的骗局并不少 回收头发的消息 在咸鱼 小红书 贴吧 抖块几乎都有 就在我还在调查的这天 武汉女孩小夕 就掉进了这样的骗局当中 她在圈窑当中 看到了一则 剪发模特的招聘 对方给出了500元的报酬 她先想 价格合适 自己也曾经做过发膜 便报名了 但结果 对方让她去的 不是理发店 而是一个小公寓 接着疑点越来越多 屋子里的一男一女 不让小夕面对镜子坐 而是让她坐在地上 接着还拿起了相机 说要拍 这个剪头发的培训视频 剪完回家 她才发现 何止是剪短发 简直是把她的后脑勺都掏空了 而对方还忽悠她 这是夏天比较凉快的一个剪法 就是一个打包 如果不是站出来维权 小夕会跟很多女孩一样 她的头发 照片 她的视频 都会上传到一个恋发P网站 被出售 被传播 被移 而发布这则招聘 剃下她头发的人 正是圈内知名的论坛 方飞网的运营者 圈内人称 潘胖 这些视频有的还会加上英文字幕 出口外销给国外的恋发P网站观看 小夕受骗帖下的发型 看上去诡异 实际上是在恋发圈内 以前流传甚久的 美而言之叫掏空拨拨头 这发型可以吧 下面回复 太性感 刺激漂亮 ID 剃刮很舒服 可见 重点不是这个发型 而是剃发刮发这个行为 让他们兴奋 有严重的恋发皮 想剃光小姐姐长头发 刮头皮 太难了 戒不掉 于是有人向自己的女朋友下手了 我帮女朋友剃的 弄得我一夜没睡觉 人都被掏空了 又给女朋友剃后脑勺了 没女朋友的 则开启了网络招聘 剃瓜爱好者 新的一年开始了 愿望能实现吗 约剃瓜MM 招募不到 花钱的也行 有没有江苏的发友 有偿剃光头 而有的人啊 身边的人没法下手 在发友圈就找不到人 便将磨爪伸向了圈外对恋发皮一无所知的孩子们 更甚至 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头发 剃发 视频贩卖的产业链 从贴吧发帖来看 这样的群体存在已经有十几年了 或许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有的是理发师 有的是回收头发的贩子 而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那么这样一个恋发屁群体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呢 为什么他们对头发剃瓜会有如此强烈的喜好 这正常吗 以及这条贩卖产业链是如何隐匿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又是如何欺骗不知情的女孩子 我们又要如何辨别这些人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黑暗40系列第28集 这期带你们走进练发屁背后的 剃发狂魔隐秘生态 揭露一个被疯狂扭曲心理驱动的畸形世界 要想深入这条隐秘的剃发生态链 首先呢 我们得找到这些剃发狂魔们 好的 咱们就来卖头发 很快我就勾搭上了一个成都本地说头发的 一般是打保茧成我朋友圈那样子 里面短外面长 相差2到4厘米左右 不影响外观 看你能不能接受打保茧 问他头发拿去会干啥 他说假发工厂跟你拿 问他为啥这么剪 他说行业如此只得卷 去长留短很经典 你多了解一下都是打保茧 什么是打保茧呢 他点开他的分文圈啊 怎么感觉剪前剪后头发差不多呢 剪上来的头发却有这么长 卧槽 打保茧 取长留短 这不就是受害者小心遇到的套空茧吗 真属于阳影拔牙 卑鄙无耻了 我一下子就生气得起来 想跟这位成都狂魔哥杠一杠 刺激他现受原刑 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先看什么呀 我看看里面 里面看火箭 达面 要看 给我看看 只能现场看 你们不是有拍视频吗 对于这句反问 狂魔哥并没有回复 相当于是默认了 确实有拍视频的环节 接着狂魔哥过发来了一个 姑娘坐在公园椅子上的照片 说自己都是约在公园剪头发 然后对自己理发店 位于何处的问题 选择了回避 这也太奇怪了吧 达面 不会被赶走吗 人家家外面公园怎么会 那我家也没公园啊 达面 也可以 可以啥这是 你家在哪里 火旭 要来我家 达面 不可以来我家捡 可以在家里或者小区里面 火旭 这更尼马奇怪了 达面 邻地看到 很奇怪 我是真的被这小哥 这个骚操作给震惊到了 这种要求真的会有人答应吗 家门口楼梯间 达面 太羞耻了 不过如果我不是事先知道 他是一个提发狂魔 我真的能够这么坚定地 达面下去吗 不会 我反而还会觉得挺开心的 一方面我不用担心 剪到头发之后 对方不付款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还可以省下去 理发店的费用 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对方还问 自己剪的头发不符合要求 他不要 而这所谓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打薄剪 反正这老个何硕就是要这么剃我的头就是了 还有位太阳狂魔是这么说的 不 是这么忽悠我的 您自己剪或者去理发店剪 会有碎发 会影响头发的价格 我们回去还得筛 多一道工序 所以价格就低了 这显然也是瞎扯 再怎么筛选 也比他全程到处去剪头发省劲吧 但是这么忽悠下来 很多女孩就信了 在这些狂魔的朋友圈里面 或者账号主页当中 你们可以看到啊 他们剪头发的地方不是在户外 就是在女孩的家里 这边成都狂魔哥加大了忽悠力度 给我发来了上门剪头发的照片 这是今天剪的上门服务剪完的效果 达明不好看 哎 看你了 终于把这个头发哥给达明了 不过成都狂魔哥真的是职业理发师吗 想到如果自己去理发店遇到的这种狂魔托尼 不是很可怕吗 我决定套路一下他的店在哪里 然后给举报了 兄弟 你真的是理发师吗 必须 兄弟 我觉得可以这样 我到你们第二个节目 想到在困床里面剪头发真的是太射死了 几番拉扯后 他给了我一个居民楼社区地址 并不是理发店 看来并不是一个真托尼 那位太原狂魔也一样 发来的地址也是一个小区 而他所谓的抖音账号 上面的理发店名称 在美团和高道地图上并不能搜到 这也是一个假托尼 看来这帮人多数都不是真托尼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 真托尼就不会干这样的事 这个帖子有人问哪里可以找到免费的头发 底下回复 我这里理发店刚减下几根 要的话20卖你 这个价格还算便宜的 在论坛上 卖到头发甚至都是在几百 甚至几千上万 这条1米23的要价600块 这条1米63的卖到了2万5克重是712克 真的会有人花2万5枚这么样的一条长头发吗 他说真的有 可是这头发这么长 可以怎么玩呢 是用手摸一摸就能兴奋了 这个卖头发的大哥并不想回答我怎么玩 再问的话就显得很业余了 但是我实在太想知道这个怎么玩头发了 我决定找一位窗内同道之人聊一下 聊之前我想到了私朋友的温馨提示 就是注意保护眼睛 哦 懂了 那我就换一个戴墨镜的头像 你好啊 刚刚入道交流一下 哎 这头像还真的是很道友啊 美女还是帅哥 呃 我的人事还没有想好 不知道怎么回复 那就你猜 再来个哑人书咪咪笑脸 嘻嘻 你是喜欢剪 P还是被剪 P还是喜欢收藏被剪剔下来的漂亮长发 小孩子才个选择 我当然都喜欢了 你呢 你玩辫子吗 是啊 我喜欢收藏漂亮的辫子 还有把玩 哎 有漂亮的辫子 那我要看 他说好的 然后他给我发过来了 说这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的在家里 我在外面学习 带在身边玩的 基本睡觉离不开他们 嗯 他们 你在哪买的头发呀 这么多 自己剪的 还有很多在家里 自己剪的 莫非剪大狂魔 白天到处剪头发 晚上在家跟自己玩 我这是个机灵鬼 这么快就把这个故事线 给穿起来了 继续来扒拉下 家里有多少条呢 想看 几十条吧 几十条 几个回合下来 我很快获得了道哥的信任 眼看我就要跳楼了 道哥急忙稳住我 给我分享了几张珍藏的照片 非常体贴 还发的都是原图 我实在太感动了 这个也是发友吗 他说不是 这个是我的炮友 各取所需 我取他头发 是个欲求不满的怨人 多的是 卧槽 大哥咱们刚认识不过一天 我也没问你这些呀 用得着说这么清楚吗 从小喜欢收藏女人头发 找人学了一些技术 大部分 我真的要知道这么多吗 就在我慌乱之际 道哥又给我发来了几张 他炮友的裸照 不是咱们真的要这么热情吗 还没来得及阻止 道哥的热情 他又开始了 说起来 那这个把玩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美女 学不会 下面没有那根东西呀 那根东西 入戏有点深 我实在后会这么去问他了 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要知道 道哥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他生怕我不法理解 于是给我发来了 自己的那根东西的视频 道哥实在是不把我当外人 我真的是谢谢您了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那些粉丝朋友提醒我要保护好眼睛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懂怎么玩 那就看一下另外一个发友的文字描述吧 我先去洗下眼 我真是青龙烟运刀拉屁股开眼了 好 如果你不是道哥这么能干 那能找到这么多炮友吗 愿意花钱的话 也能找到发交友也就是发膜 说白了就是圈内的性工作者 比如这位传奇男子就自称可以引路 带我认识发膜玩头发 还给我发来了广东的三位发膜 说每个价格都不一样 让我选一选 在不伤头发 不碰身体的情况下玩发900亿小时 这些就是玩头发的项目 不操原来发膜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好神奇的人类深度交流模式呢 我要睡觉了要联系方式给介绍费200 这是上门服务吗 不是上门服务 卧槽玩这么刺激那是去他家 你在外面开房呀 你在外面开房呀 哦不好意思 美金燕想多了 想多了 那这些发膜是怎么找来的呢 除了发布发膜 招摩铁挥用来的 他们还会盯着小红书上的长头发女生下手 这位女孩说 自己自从发了长头发的照片之后 就源源不断的被这样的信息骚扰 有人告诉他 有种发膜价格比较高 给客人玩头发 头发和身体接触 不过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道哥给我发来了三个字 恋物屁 时时刻刻想做 看见漂亮的头发就兴奋想做 想用那头发按摩身体 想剪替下那头秀发 大多练发者性语都高 道哥告诉我 他从16岁得到第一条辫子之后就这样了 不过16岁就知道去哪里搞辫子吗 道哥说来话长 我妈同事 吴阿姨的 她拿走了我的第一次 我剪下她那条80多厘米长的大辫子 家里一枚人就寄养在吴姨家里 那时候破身那时 吴姨36 我16 因为吴法生育 离婚已经十年左右了 开包后陪她做了差不多三年 话说回来 练发屁就是因为性欲高吗 其实不是 很多练发屁者连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癖号也不知道 他们也会在网上发帖 然后询问自己是否正常 想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心理 我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一份专业的报告来解释这其中的成因 后来在一篇刺身发友的文章里找到了 根据这篇文章 练发屁分为四类 一类是掏空拨拨拨头 这类人数最多 其次是光头 超短 平头和围部 围部是什么呢 就是喜欢看女生被理发围部给一层层的围起来 通常比较轻微练发的人中喜欢围部的比较多 但也有严重的 甚至连睡觉出门都要围着一个围部 从西北上来看 通常男发友喜欢掏空拨拨拨头的比较多 女的则比较喜欢超短或平头 对了 女生也有练发屁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癖号 其实和性别无关 很可能跟童年经历是有关的 大部分发友在小时候都曾经被迫剃头 这种不情愿是爱好产生的必要条件 因为被迫之下产生的紧张忐忑害怕 无助和激动等情绪 体内会分泌大量的身上腺激素 而在性发育逐渐出乎之后 性冲动同样会走这么个流程 分泌出大量的身上腺激素 这时候神经反射机制将会混淆着二者 于是二者变合而为一了 通常来讲被强没剃头的程度越大 羞耻感越强烈 年龄越小 恋发的程度也会越深 对女发友来说 小时候被剃光头 成年后就会梦想着被剃一次 根据作者的观察 那些爱好很重的女发友 通常是因为这股心理创伤来自于爷爷奶奶 或者是父母等亲近的人 以至于创伤的刺激更加强烈 而如果是在学校被老师剪头发 则爱好不是特别深 除了被剃啊 男发友还可能是因为看到其他女性长发剪短 又或者是被父母无意识的当作女孩在养 所以有些人还会兼有一桩屁 例如这个人 不仅收藏头发 还收藏女士的女后大衣 收藏了一百多条辫子 会戴假发穿女装 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么多辫子什么感受啊 反正我是有点害怕的 甚至猫咕怂然 这种小众癖好啊 确实不是我们这种圈儿人所能理解的 有时甚至圈儿人都不能达成共识 相对来讲啊 可能大部分女生的批好还是比较浅的 她们更多的是想玩一个蚊子踢 不过男生们会觉得太累不想玩 没精力 天天要上班 所以作者也建议 爱好轻微的就不要去找那些重口味的 不然双方都反感 这个圈子啊 说大不大 但说小也不小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衍生出来了专门回收头发 制作视频 经营网站 提供发膜等产业链 甚至还有小说 漫画等 但是刺激头发贩子变身为 替发狂摸还不只是内心批好那么简单 而是这其中的利润 像135颗的头发 售价500元 但这样的头发 头发贩子回收过来呢 也就250元左右 相当于溢价了一倍 而在和头发贩子的聊天当中 可以感受到 她们天天都在到处跑 每天都不缺头发回收 这位老兄捡了好几年 每天都要写公众汇报 发朋友圈 昨天是她捡下 狂摸生涯的第933号头发 而前一天 业绩相当不错 收到了四个寄过来的头发 捡到了两个人的头发 而就以较低的100元的差价来算的话 光是卖出去这六顶头发的收益 就能赚600块 而这还不算视频图片的收益 视频图片可以源源不断的打包出售出去 今天卖给张三 明天卖给李四 明天都有钱赚 这便是为什么发毛拍照 可以到500块一个小时高价的原因 利润刺激之下 他们便伪装成收头发的 以托尼培训假发工厂的名义 发布收头发的帖子 欺骗着一个又一个不知情的女孩 变成他们售卖的商品 他们的迷惑性是很强的 你看这个号 乍一看非常正规 号称工厂直收 粉丝很多 评论也很多 你问他 他也没要求要上门剪头发 但实际上 如果你比较谨慎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为什么要强调头发不用洗呢 难道工厂的口味这么重 在另外一个帖子上我知道了 他们的原话是 剪下之前 最好保持原汁原类 而更具迷惑性的 恐怕还是打到公益的名义 回收头发的人 这家机构叫爱有公益 负评非常差 很多网友都反映 自己寄过去的头发 并没有收到应有的公益证书 还联系不上对方 电话打不通 微信加不上 但是我这里并没有证据说 爱有公益就是把头发 卖给了恋发屁的人 毕竟就算是卖给假发工厂 利润也相当不错 总之提醒在多的朋友们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 不要轻易相信 网上回收头发的人 更不要轻易的 把头发捐给没有资质的机构 小心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 而至于这一个小群体 我也没资格来评价这种癖好 毕竟癖好这种事 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你们的过错 但是这种癖好 其实是可以被渐渐的忘记的 很多网友都会提到 自己玩头发的性质 其实并非一直浓烈 有时候忙于工作 或者是忙于生活琐事 会渐渐的就忘记了 但由于一个这样产量的存在 会导致它们越陷越深 甚至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 更甚至走上欺骗女性的道路 过去也是因为网络不发达 出片的女性无法发声 而今这样的欺骗模式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试试后结束了 好那这期视频我们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黑暗森林系列 别忘了三连之指 那我们下期再见